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觀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erni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 今天因為公眾假期 另外我出了去Church 之後做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就和大家準備 這個影片會說說海特王妃 外面皇室的工作人員爆料 其實早在不久之前 在皇室裏面的皇妃突然間失蹤 並不是單一的事件 其實早有前科 我們一齊看看究竟 一入皇室深慈害 這些女人就有一個悲慘不同的命運 當然有陰謀論的話 另外說一些比較正遠 也是關於Case的 這些資料都在網上的傳媒機構 即是外國的傳媒都找這些資料出來 我們不要只信一個疏醒 一個來源的 應該是多方面去看究竟皇室的發展是怎樣 在過去三個月有關海特王妃的消息 已經封煙四起 來自西日各地的互聯網偵探 每個人都紛紛抄些資料出來 我們歡迎一位叫Jay Young 多謝你參與 Jay Young 多謝 我們歡迎這位新朋友 尤其是一張張 經過編輯的照片 亦都和海特 他自己採張長椅的視頻 發出之後 沒有將消息平息下來 而是引發了更加陰謀論 社交媒體對於海特王妃 始終他自從長椅的視頻 但並不會覺得這樣出來的長椅 說完就停止了 始終那個長椅不是好像收集過 有些人亦都說是AI 但我們還沒有看到他正正常常地走出來 因為那個長椅的視頻 感覺上好像 用AI做手腳 也不是正常 究竟他現在是否真的仍然存在 好了 跟大家說一下 另外海特王妃 這個皇室的成員 都不是第一次引發了國際謎團 你知道嗎 摩洛哥王妃 在2021年 神秘地退出了公眾生活 摩洛哥王妃 又給你看看這個樣子 這個摩洛哥王妃 你看到他也是很漂亮的 其實Kate 固然我們比較認識 因為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 很多人都和英國比較近 Kate 如果比起其他王妃 未必是最漂亮的那個 摩洛哥王妃 都是很漂亮的 你看到 他身材高挑 非常有魅力 他的名字叫夏林王妃 一個近乎是完美的皇室成員 在摩洛哥 香港比較少報導他 但其實他在國際 引起很多粉絲和關注 就是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他是46歲的奧運游泳選手 突然之間退出他的公眾事業 即是退出不做運動員 並且他自己長大的地方 南非那裏 神秘地度過了六個月 傳言說了他有一個很神秘的耳鼻候感染 究竟耳鼻候感染 那個劇本好像差不多 好像凱特王妃又說他在腹部做手術 不見了幾個月 這位摩洛哥王妃 當時就說他六個月不見了 就是耳鼻候感染 耳鼻候感染其實都不是不見得人的病 但複雜的時間性引發了大眾的懷疑 我給了另一張照片來看 這個就是摩洛哥國王 但你又看到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也是非常美女 有點像碧涵的老婆Victoria 她的樣子飽滿的Victoria 但你看到他的神情很哀傷 亦生了小朋友 皇室公主和王子 這個摩洛哥的君主國王 原首叫阿爾貝三世 阿爾貝三世親王 她有一個很光鮮亮麗的成長經歷 她的媽媽正正是美國女演員 格雷斯海利 我給你看一下格雷斯海利 這個是不是很漂亮 為什麼她被廣泛地認為 世界上最美麗的女性之一 但隨著英國最近有凱特王妃的消失 在海外的傳媒 如果你們喜歡看一些王室的新聞 或者外國的消息 我很喜歡和大家一起分享 說起2000年代初 阿爾伯特是摩洛哥一位游泳池裡 她認識這位王妃夏林 並且在2011年舉行了一個號指 5500萬美金 為期三日的豪華婚禮 現在讓她看看這個 你說襯就不太襯了 不過作為皇室的身份 跟著又追到她在手 你說襯不襯?老實說 這麼多襯張 太陽 但其實是很傳奇的 摩洛哥皇妃 因為她逃婚 逃了三次 不過有機會我再說 報道之中 婚禮當日夏林 即這位摩洛哥皇妃 她臨陣退縮 在結婚當日明顯出現了很沮喪的樣子 在說我願意這句說話之前 她曾經試圖離開摩洛哥 顯然在光鮮亮麗的表面之後 這對夫婦結婚當日開始出現了巨大的裂痕 這也是挺好說的故事 被人拍到她這張照片 你看看 這些神情 在結婚當日 號資5500萬 三天的婚禮 為何會有這樣的神情 這對夫妻並沒有打算用行動去消除 所有有關她們的傳聞 由得她們怎樣寫 現在她們各自在相距16里的不同的飯店 度過了蜜月的頭幾天 你說是不是很傳奇? 結婚已經逃婚 然後蜜月分別 在很近不同的地方慶祝 她結婚三年之後 阿爾巴特和阿克 阿爾巴特就是摩洛哥皇帝 國王 還有她的老婆在2014年12月10日 她認為她雙胞胎 就生了一個媽胎 你看到那些相片 這個 是嗎? 她生了一個媽媽 另外 阿爾巴特是一位花花公子 她的故事 亦都被她的關係上 夢想一個很大的陰影 她曾經捲入了關於她的兩個大兒子 她的兩個大兒子和什麼人生? 就是和一個黑人生的 你看她的小孩 就是一個名字 Alexander和賈之敏 亦都入了法律糾紛 和一個黑人所生 賈之敏 她是她們的父親 Alexander的母親 亦都是前法行的空姐 Aer France Aer France的空姐 和她之前 2020年的時候 有一名住在意大利的巴西婦人 她聲稱阿爾巴特是她16歲的女兒 但她的父親否認 不認 即是說阿爾巴特的國王 周圍都是非常風流 說真的 所以你說 查理斯和這個卡米拉 這麼長情 又是挺特別的 因為他們 這些外面生的 難聽一點 我們說野種 非新生的 阿爾巴特兩個小孩 即是和一個黑人所生 都沒有辦法 有資格去承繼任何皇室的名陷 你看到 這個應該是龍鳳胎 即是和他生了 一兒一女 這個是阿爾巴特 這個就是王妃 一個是摩洛哥 儘管是針對阿爾巴特的親生兒子的鑑證 這兒的訴訟 進行中 她是有去DNA 即是告 那個黑人又告 你明明是那個父親的 為何不給他名陷 但夏林王妃依然繼續這樣生活 直到去2021年的時候 4月 她就分享了她和阿爾巴特 做了小孩 一個很幸福的畫面 直到她一個月之後 獨自一滾 去了南非 然後她做什麼 這個就是去了南非 南非你知道很多動物 動物大牽涉 受了傷的一個河馬 然後她就剪短了頭髮 其實那些鬼妹剪短頭髮也挺有型的 你很少見到王妃在那裡很破格 即是摩洛哥 你看看王妃怎麼會無端端剪 現在亞洲一定不會 剪到那麼淡白 當時她就在一個一天 發佈了一個IG 這張相片 她參加那個西牛保護活動的時候的照片 原本那一天 定在幾天之後 就參加摩洛哥大獎賽 但她就沒有出現 即是她寧願去這些 保護西牛 她也不去一些聖大典禮 傳言是因為她當時感染了 耳鼻喉病 一個就是沒有辦法出行 但很不合理 因為如果耳鼻喉 你知道動物的毛會比較髒 即是很容易一些牽毛進去 對於她的病情當然沒有幫助 但她寧願去這些地方 她也不去和摩洛哥皇帝 阿爾巴特一起出席一些國家的活動 於是有報導說夏琳 接下來幾個月就會留在南非 接受一系列的耳鼻喉手術 她也說因為感染了耳鼻喉的疾病 沒有辦法平衡 亦都飛不到上去2萬呎的高空 即是她搭不到飛機 不能夠在南非飛回摩洛哥 很奇怪 所以你看到這些新聞 你會覺得有時 譬如說皇室的公關 究竟是用甚麼伎倆 我相信英國的皇室 可能都會參考了她的個案 阿爾巴特和她的小孩子 總之兩次 她那時留在南非 第五月 然後郭宏在六月和八月 兩次去了南非探查夏琳 即是她去了南非都不肯回摩洛哥 同年九月亦都被傳 她是因為感染相關的病發症 而暈倒送進醫院 當時亦都類似是用病 這個理由說了她為何消失 和海頭皇妃現在病 不見了亦都有點類似 當時她在南非住了六個月之後 她最終在2021年11月回摩洛哥 不過她並沒有停留多久 之後她不夠兩個星期又離開摩洛哥 錯過了摩洛哥國慶的活動 你真是覺得很奇怪 你想想作為皇妃國慶這些是大日子 為何她又會 剛剛從南非回來 然後又離開了 很奇怪 阿爾巴特亦都證實了她太太 當時是不在摩洛哥的 但出於謹慎的考慮 就不能透露具體究竟她在哪裏 於是皇室出了一份聲明 她說為了確保夏林皇妃的健康 得到最好的恢復 需要一段時間平靜和休息 你見不見到 真是很熟口面 這些劇本 OK 這些相片只不過是她 以前給她以前 她們恩愛的相片來看 這個就是龍鳳胎 OK 其實她也挺有型的 最終在2021年11月的時候 阿爾巴特摩洛哥王妃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她有一句說話非常難理解的 她說這些不是我們關係之中的問題 而是我們之間的關係 亦都回應了為何王妃消失 其實是因為回到摩洛哥 最初那幾個小時都不錯 但後來明顯身體不適 這個可圈可點 究竟她真是不舒服 還是兩個討厭 是否討厭 那個王妃可以消失於 即是人間蒸發了 去到2022年2月的時候 阿爾巴特她親自表示 這個夏林王妃好了很多 好了很多 並且3月會回到摩洛哥 但去到2022年5月 這個夏林王妃 就在摩洛哥的一個EPS比賽之中 一年多 首次公開露面 之後這對夫妻一起 就出席多項的活動 但關於她們的傳聞 一直是存在的 去到2023年8月 法國和德國媒體都報導 這對夫妻已經分開了 已經分開了 即是說究竟這個凱特王妃 她現在的失蹤 究竟會不會和她 她們的婚姻出現了甚麼問題 亦都傳了這個Rose Hanbury 她是第三者 有時時間就可以證明一齊 去到2023年8月 法國和德國媒體報導 她們分開了 而夏林居住在瑞士 在當月的晚上 那個時候 夏林王妃刪除了她的IG帳戶 我們密切留意 看看海特王妃會不會刪除她自己的帳戶 但在8月之後 她們開始一起公開露面 真是峰迴路轉 有報導說 阿爾巴特 這個摩洛哥的親王 每年都會向她太太支付一千萬英鎊 去履行她黃色的職責 那會不會是查理斯 或者是威廉王子 現在給了很多錢 這個海特 你能否幫我出現一下 或者我用你的名字 用你的AI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超像拳 那面對著出軌 成為謠言滿天飛的阿爾巴特 摩洛哥親王的丈夫 任她怎樣隱瞞也好 承受不住婚姻帶來的巨大打擊 那到底夏林 是否真的病 很難說 有誰知道她真的病 究竟是甚麼原因 正如所謂 這個海特王妃 說她腹部手術 又不告訴你 講實是甚麼癌症 那可能之後 她失家無神 說她 哎呀醫不好 回法院死了 然後不會再出現 所以有一句說話是對的 戴皇冠必然要承載她的重量 這句說話是英女王所說的 但是這個皇冠 戴上她不容易 脫下來都很難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雖然這個是其中一個說法 亦有傳媒說 其實海特去哪裏 一方面是外面的陰謀論 有些人王室爆料 另外有些官方那裏 亦有另一個說法 好了 我們兩個平衡 海特王妃現在去桑德林埃武度假 並且和那三個小朋友一起 但是為什麼沒有發照片出來 和那三個小朋友放假 享受自己的復活自假期 海外的媒體 放了一個重磅的消息 她說海特有可能會參加她好朋友的生日 出席一個私人的活動 其實她的朋友 29歲和一個馬術經理 米蘭達已經定了婚 她們是海特的好朋友 有一位皇室人員向傳媒爆料 她說海特王妃有希望出席她好朋友的婚禮 這件事最好 不過如果是真的話 值得一提 這個婚禮的地址選擇在肯瓦 這就是威廉和海特求婚的地方 在2010年的時候 兩個人去到肯瓦 還有一個野山動物保護區 威廉單膝跪球向海特求婚 肯瓦一直都是威廉最喜歡的國家之一 在那裏學海特之前 其實那裏生活過一段時間 威廉順便求婚之後 他就安排了官方定婚的採訪 互動又很sweet又浪漫 至今那些記者都是記憶猶新 當年海特只有28歲 面對著鏡頭仍然很羞憐 顯然他缺乏了對媒體打交道的經驗 還好當時有威廉王子幫他打完搶 當時兩個人笑得很開心 在定婚的時候也圓滿地結束了 王室當時的評論員也有一位叫做艾希尼皮爾 他就說當時海特和威廉很幸福 他們真的曾經愛過這樣的樣子 誰說你不是愛過 現在王室有放一些資料出來 讓大家滿足一下 很掛念海特王妃的資訊 當時真的覺得一點都不容易 從學校去穿上婚紗 海特就像一場夢幻之中的世紀婚禮 即使海特發佈了關闢謠的視頻 網上仍然有很多陰謀論 被王室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人們關注的焦點就是 威廉王子究竟為何在長椅 講述患癌症的視頻沒有出現 假如他真的坐在海特身邊 應該是更加有凝聚力和舒服力 海特坐在溫沙城堡的長椅上 在鏡頭面前分享自己的病情 這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氣 有一位王室的消息人士透露 他向傳媒爆料 他說這是海特自己本人的意思 他想獨立去處理這件事 畢竟患病和住院醫院都是私隱 現在英國王室這麼動盪不安 查理斯和海特相繼都患病 認你不知前路如何 不知道病的發展 威廉王子之前又缺席了去教父 前希臘國王的追悼會 因為那天海特查出 這個不正確 他說那天才知道他患癌 這個我不太相信 但王室三番四次出來闢謠 但一點都沒有效果 甚至引發了很多陰謀論 這個是編造了很離奇的故事 一十八卦由王室出來的 英國王室的座右銘就是永不解釋 永不抱怨 但海特王妃她病了入醫院之後 不斷打破了傳統 只可惜王室的危機公關太過差勁 一點都沒有幫她們掩飾到 也沒有解釋到 如果以上的資料是屬實的話 那麼海特可能最近這幾天就會行動 而參加她朋友的婚禮 這是幾爆料的訊息 因為如果她真的在康復之中的話 我相信很快就有最新的視頻出現 如果你們想知道新一輪的 關於海特的行動或王室的資料 請你們進來訂閱YouTube頻道 Smart Travel 多謝 好了 海特就會在4月17號的復工 現在先說 但如果真的實現不到的話 到底是何時再會出現呢? 恐怕都是一個謎團來的 會不會像摩洛哥的王妃一樣 斯基蒙神下次再爆料的時候 已經是在說分居 有個新聞報道她說 Prince Kate could appear at France's Kenya wedding in same spot William proposed 一個就是 威廉她是向她求婚的地方 就是肯啞 但她即將 凱特就會去她的朋友那裡 如果凱特真的有朋友去婚禮的話 相信有更多資料 但如果 可能會被水落石出 但如果她沒有出現的話 不好意思 都是留的 好嗎? 好嗎? 以上的資料 就在網上找到 海外媒體找到 究竟是否真的 或是留 我們希望 再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等下沙餅再快點和大家說 好嗎? 好嗎? 我們又說下一個影片 有指 又有皇室爆料 他們裏面有很多善眼 因為可能把資料賣給傳媒 可能稱讚到盆滿盆滿 賣消息 現在說 卡米拉是否甲大師徒 亦都說下全球十大最富有的皇室家族排名 有些人開賭檔 賣藝術品 如果你們喜歡皇室的資料的話 有很多關於那些資訊性的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剝下花生 剝皇室的花生 挺過癮的 好 多謝大家 我現在先找一條線 多謝 記得幫我進來分享 點讚、留言和訂閱 多謝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其實很多明星都會效法 皇室的氣質 那個氣場 對不對 OK 這個 好 多謝各位參與 千萬不要錯過下一條影片 我們待會見 拜拜 拜拜 關估 今天 好 今天 谢谢大家